欢迎来到无视日文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单字的快速记忆机 跟其他的记忆机一样 我们事前已经安装好了 安装好之后呢 打开手机呢 手机就出现我们的进去的logo 把logo点一下 点了就进来了 那进来之后呢 课程列表就出来了 假设我们要上呢 目前要上这个名词二好了 我们就选择了名词二 那就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呢 他要求我们认证 那我们就认证一下 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 他会把呢 这一堂课里面到底有哪些单字 有哪些例句 或者有哪些那个文章 目前因为是单字 所以他出现是单字 那单字出现很多 我们可以从头开始播放 那么我们也可以怎样呢 选择呢 比方说这个字我已经会了 那我不要 那这个字我也会了 我不要 那按的时候请记得 按在那个字上面 如果按照太右边的话 他会以为要启动 他就直接开始播放了 那利用这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假设 这个字我不要 这个字我也不要 已经都熟练了 我不需要了 我们把这个呢 这个呢 熟练的都把它选出来 好 要选出来之后呢 从哪边开始都可以 没有关系 他会循环的播放的关系 好 那假设我要从这里开始了 我把它按下去 那这台机器呢 这个程式呢 已经设定到 我们呢 希望他呢 朗读几次 可以自由设定 一般来讲 听过一次就要记忆 是很难得的 很困难的事情 一般建议至少听个六次 八次无所谓 那再来呢 字跟字之间的单字的这个 空档 空档太长 也是浪费时间嘛 再来呢 速度呢 希望他快一点 慢一点 这个都有办法进去设定 好 那另外呢 字的这个颜色 你希望日文的颜色 什么颜色 中文的颜色 什么颜色 那这个日汉的部分 哪个颜色 这些字颜色 各位自己可以设定 再来设定 我们看到了 刚才说的呢 速度 还有从物的次数 秒数 假设我们希望呢 这个速度呢 到1.3倍 好 那次数呢 我们希望呢 一开始 因为不熟嘛 所以我们希望 练个八次好了 那就把它 把它八次放进去 确定八次 按下去 好 那这个间隔秒数 一般都已经设定好了 不建议各位再去 动它呢 有没有必要再增长 除非各位要练习听血 练习听血 当然时间要长一点 那你就设定长一点 好 那再来 要播放全部吗 还是播放部分 假设要播放全部 我们按下去 好 那这样就设定好了 好 那因为呢 快速记忆机的目的是 在协助记忆 并没有在协助理解 有关于为什么呢 火口这个字变成火山口 在正式课程里面 我们已经讲过了 或者说 这个单字呢 为什么可以从这个动词 延伸成为变名词 延伸变成副词 这个我们在正式课程 都已经讲过了 所以请各位呢 不用急于记这个单字 先去听这个正式呢 讲解的课程 了解单字的原理 它的延伸的方式 之后呢 我们再来记单字 就会变得很愉快了 OK 我们继续播放 是火星这里 OK OK 现在这个单字 本来是卡达之铁入 那变成动名词之后 变成卡达之铁 为什么可以这样变法呢 在正式课程里面 我们已经讲过的关系了 那这样就可以 回来播放的方式很多 各位呢 按这个中间的这个option 选择的键也可以 你看有暂停 有设定 有播放 这个玩几次 大家都会了啦 OK好 那假设要继续播放 就这样继续播放 这样就可以了 OK 那就像这样子 看看各位 一开始需要几次 以后逐渐的减少 那速度要多快什么呢 再请各位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快的话呢 比方说 也可以快到这么快啊 假设快到这么快 然后呢 我们次数呢 我们只给自己呢 一次的机会 比方说将来很熟 那我们呢 只给自己呢 比方两次的机会好了 两次的机会之内呢 我们要熟悉 那这样也可以啊 回去 开始 按下这个option 然后呢 option是要暂停 还是要设定 还是要播放 我们现在选择播放 它现在就是我们刚才 设定的了 只念两次 但是念很快 看看能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我们就想起来 那如果能够这样想起来的话呢 那这样呢 在食物之用 或者考试之用 都非常快的 OK 那请尽量利用片片段段的时间下去学习 所以这些投资都是非常值得的 再请各位考虑一下 OK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 再见 加油 合唱 快 快 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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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